叫做习近平进行斯大林市的全面清洗 文中专门提到了 中共外交部前发言人秦刚 在担任中国的首席礼宾官之后 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 是专门负责习近平与外国政要的大部分互动 而这篇文章的爆点在于 它是西方主流媒体首次表示 据多名能够接触到的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 证实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 已经在7月份是在北京军方的医院逝世 他是死于自杀或者酷刑 秦刚是涉及了与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的秘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秦刚失踪的同时 中共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 以及前火箭军的副司令员张震忠也全部失踪 在中共斯大林市的全面清洗下 几百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官被逮捕 失踪或者是自杀